第二手搬是吧 在考虑这一手 是的 轻房主 轻房主搬掉可以 因为之前 车费的轻房主 其实对查尔克行程限制 还蛮大的 嗯 可嘉莫莱第二手 一目联系也没搬 夜叉也没动 好那 轻房主这边搬掉之后 看一下阿玫娱的第二手 呃 夜叉不考虑吗 还是跳妹 这个点不太可能放出来啊 那第三手的话 我觉得他们第三手 刚刚是去 没有太针对打野这个点 但是 这一手是搬了夜叉 哎 这阿玫娱的第三手 搬什么 一目联还没搬 还没搬 对 我觉得今天可能查尔克跟阿玫娱 是遗忘掉了这个点 哎 没太记得住 上场是不搬也不拿 这场看一下 前三手 哎呦 摇到鸡 是的 直接把八五七刚手热的点给摁下来 是 好那查尔克这边的一手啊 看一下 现在其实放在厂商的点还是挺多的呢 包括鬼切啊 花鸟圈啊 花鸟圈啊 一目联啊 一目联都不要 哎就是说两边都有盘算 看一下 MI这边要不要拿 手无加个一目联会不会香一点 手无 手无加一目联应该会香一点 所以我觉得可以先把这个鬼切拿一下 因为刚刚查尔克其实他们在后手锋啊 拿了这个荒鸟圈 反倒是也没去考虑再把这个荧幕联给拿了 是的 不 我是说MI这边就是可不可以就是 我觉得他们第三手可以考虑 如果对方不拿的话第三手再考虑 看一下查尔克这边 鬼切 周月神现在也在一两边都没抢 不要了 现在暂时不敢拿 是周月神还是意义呢 哎不是还是那个 周月神 周月神还是阴木莲呢 考虑一下 鬼切应该是要选的 好 周月神 哎其实这场可以掏青鸡 我倒是觉得MI 青鸡 BD 这场掏青鸡 还有不算是青鸡打的舒服的那种对线情况 好 拿到了什么墨 什么墨 但是你掏个青鸡相对来说跟这个 周月神线上可以钢一钢吗 嗯对 但是查尔克 不要荧幕里 好白狼 那反观查尔克这边 怎么去搬啊 我真的觉得这一手你不掏青鸡查尔克就给你搬了 就给你摁了 哎 真说限制限制不大 但是肯定两边中路都打的不不算舒服 对 好妖狐 所以这手班不是说怕 就是想让自己舒服一点 哎 慧比兽 那可以拿了 对 第四手拿下 我在琢磨是怎么了 为什么 我也不是很明白说实话 两支队伍好像对于一木莲的 你们是都对他没有什么 都都没有什么存在感吗 觉得他 就是感觉这些两支队伍对于一木莲的一个 翻选率没有放在很靠前的位置啊 是 那这边可以看到是在第四手不情不愿的选了下来 嗯 查尔克这边是拿到了一个预赚金 现在场上灯上场灯 射手 啊不 还有青蛙 其实还有青蛙 查尔克也可以拿青蛙磁器 在m y 查一个中路 这场意就算了 现在能和制约神打的 面临器荒 清醒灯 哦呦 清醒灯 哎 清醒灯应该是这个赛季 但是说实话 有一说一 这场清醒灯不一定会舒服 鬼切杀清醒灯太好杀了真的 就打着玩一样 我是觉得清醒灯可能要被照顾这一场 哎 就鬼切一个人秒他都都很好秒 对 3A2A3 3A2A4接2 直接就秒了差不多 就经济好的情况下 鬼切一个点可以打 而且他单独兑先这个追越的话 追越还是比较灵活一点的 而且 你要再加上 这把行业动不动过来照顾一下 这清醒灯就深层堪忧 我琢磨这一场 其实Charlotte有可能会选到的中路 是比较花 这场如果选比较花的话 其实打的也可以 也可以挺舒服的 因为比较花在线上有被动的续航能力 包括换血也比较频繁 小技能cd挺快的 是 其实打追越神也不是说特别难打 游走的作用在前中期甚至比追越神还大 那在中后期经济发育起来之后 又是一个非常难处理的点 没错 但这场选择选清新灯 也就是说Moy打算在前中期就凶起来 是的 那Charlotte对这Moy的第四场比赛 一定要开始了 Moy目前是二分 Charlotte一分 那这一场对双方来说都很关键了 我们还是比较期待一下 我是本场解说二入 我是解说乔爷 看一下这一场 我比较 双方的开业路线 我比较想看看Moy这一场 要不要去搞搞事情 去野区 毕竟上一场Charlotte是直接入侵的 一起入侵的话 Moy作战能力是比Charlotte强 是可以搞 这个位置 什么是学的二级呢 哪可能入侵的一个概率就不是很高了 是的 还是先去站一下视野 毕竟上一场是被入侵了 整体来讲的话 青灯是没有去帮下路组 去打野的 是的 先上线 保证在线上的一个线权优势 有也是在上一场的惨痛的 情绪中缓了过来 然后选了一个什么魔工具人 推键快一点 在一级的时候追是不好打 他俩换血二三级左右 换的会频率多一点 有上路这两个人 哎就这个张普真也没摸出来 其实是对强迫症非常残忍的一件事 是的 哎 查费二级了 我打了个顺不出来 顺不出来了 是的 有点亏感觉 超费这边 刚是在勾引新叶 我给个人能力还是很强的 是的 看到他今天整体的一个对线 是比较强势的 说说的 哎 谢谢这个位置 这这这这这没看到 完了 这边睡着了 这 这 人头给到了kill 这不是什么好事情啊 确实这 这让崔月神太难受了 因为现在 李本萌 其实他刚刚就扔的时间没有这么久 最多零点几秒 但是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什么我已经 把他给晕了 我是觉得他可能在那是怕被抓 所以想去找个视野盲区的 对 结果没想到 什么我从那个位置 从那钻出来了 哎 这是一只钻地猪 是的 好那这边的话 刚刚面对查尔克的一包进攻啊 呃 是默默赶来的 看一下这也是这一波三为三 买了两个 什么我先晕一下 这边晕到了三个人 令我这边先走 可以先撤一下 哎 这边把战场交给速度和速度加里有点大 被打了 可以 听到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这边有顺步的可以走 啊顺步了 是的 还好 打了个照面是把m y的技能打了个七七八八 还行 是的 这一波黑童子本来是想过来支援的 但是队友已经撤了 还是要回去了 超飞过来看了一眼 嗯 算了算了 还好Q上一波没阵亡 Q上一波要阵亡了就有点亏了 是 太亏了有一个人头在手的 嗯 其实这一场 查尔克以及m y两边都是在主动找机会做事的 尽管说呃人头只给到了Q一个人 查尔克上一波没有讨到什么太大的好处啊 但是相对之下 技能啊 对 m y这边交的很多 很多的 还可以的 四个人全把技能交了 对 哎 上路这两个人 差别六级了 我想约塔 大家技能还好二段没拉到 哎 圣母过来给了个轻蚀 我轻蚀早挂上了 但是没有烫死 没有烫死 结果什么魔过来要遇到 鬼切来了 鬼切来了 我心里这边的圣步交的太及时了 这个圣步真的不交就被打死了 是的 被限制的有点难受还是 确实 嗯 这边是 没有看到自己家麒麟啊 一灵看到了 虽然m y有一个人头的领先 但是整体上讲 经济是没有拉开的 是的 经济差距是差在双方的打野身上 把优的顺步给逼了出来 还好 他这边只要不阵亡 就857现在 2200的经济算是非常不错的了 嗯 他这发育接下来就是去上路接管一下兵线 会对m y的后排形成非常大的牵制作用 对 但是优现在的重点任务是先升到6级啊 他这个升到6级还是很重要的 对 他升不到6不好偏技能 这场m y这个阵容拿出来想在前中期做事 但是 从目前来看没有太好的成效 是的 我们看一下雪童子这个位置啊 是 直接赶过来想去帮忙的 但是黑童子也来了 打个照片后看一眼 没有太大机会 好 又已经升到6级了 这个位置 差费又来到对方上面野区啊 是的 想去搞一下857 从野区 又来了 857还真打不过超费这个点 暂时打不过 对 这个时间打不过 又来了 这个位置青灯也在后面 我看一下这个位置 这边还是比较肉的 哎 这边先拉下线 行也这个位置大二技能直接大到了青灯 Q这边交了一个顺破 但是跑不掉了 直接被留下 川北这边交一个大二技能 想找一个后路 这边队友先留一个鬼切 那这一波一换一 哪也换掉了中路 都不转都不亏 是 是 其实刚刚如果 查费反手去找星叶的话 但是 857是亏的 会好点 857没拿到速攻 是 好 那好吧 MY的下路都赶走之后 这个10剧是可以 帅先拿下来了 好 查尔克上一场是拿到了30剧 MY整体这几场 没有对这个10剧做过多的 呃就是 去拿到10剧啊 但是对于大蛇来说的话 还是把控的比较紧的 是的 但30剧确实你给到对方啊 还是让对方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没错 那就考虑一下 现在看一下两边的经济 MY这边有500左右的优势 这鬼切现在这个阶段 打不过黑童子 是 就黑童子 以后也打不过了 黑童子目前这个经济跟等级 我估计谁打他都不好打 是的 好的 星叶来了 这边有点危险 反正先睡一下 这边轰到一手之后 星叶拿到只能逼出了一个瞬步 看一下 尤克这边从这个位置胡盾刷一手 跑掉了 两边是技能户换一波 是 黑童子来了 这个位置对方打残之后 看能不能去野区搞点事情 一木连后边的龙僵了 他说没打起来啊 白激动了 哎 抱不起来了 他觉得这个位置交给大家 但是感觉自己有点危险啊 有人吗 完了 没人啊 最神大耳机那也出来 刷飞一个人 断了三个人 反正推了一个 他在这边被推出来之后 看下苏和炸一下 炸一下 手断啊 完了 要被烫死 他被烫死之后 星叶这边想过来留一下 刷飞这边太肉了 拔毛 可以杀掉 输出都不在啊 主要是苏和炸先被秒了 K我那个位置也过不来 苏和是比较亏的 他想去搞个人头 但是手短了一点点 然后就被炸烟神抓到那个位置 给点掉了 而且这两波 中打掉了 这两波其实有个细节 就用K这边的追悦神的二技能 总是可以连他两个 把盾抓起来 你看 这个位置吧 我去摔进来 就是骗了挺多技能的 这可以接 说实话是可以接一下他的 追悦神这个大二技能 教得很用 这一波就 再往现在打 就是MI自己有点拖大了 对 本来是赚的 但是因为这一波太靠前了 嗯 而且这个位置脱节还比较严重 对 就穿飞一个人进去 就到鬼切阵王那个点 MI就赚得盆满钵满了 然后再往前打就亏了 那现在大蛇已经刷新了 是的 这也不是好事 对两边来说 现在打的就不是猫吧游戏 打还是回合式游戏 是 你一波我一波 现在是我的回合 对 我把你打回家 你回家出来就是你的 那现在看谁的攻击更加致命 反正一人一波嘛 是 但是来讲主要是MI中路的一塔率先破了 这个对于他们来说 不是什么太好的事情 是的 而且你看金星灯 现在这个站位 只能靠着这个草走一走 因为没有中路防御塔 一旦他被抓了 这个大蛇就很有可能要掉 上路破掉了 Flower又是比手无这边的一个经济要高 将近900块钱啊 是的 好清醒灯的位置往下路再走 这波想包 我怎么觉得这波要被反包呢 如果再去 是 再去的话 有点危险 是 想想算了 赶紧上一波把超二个经济直接就 搬过来了将近 快一千了 嗯 再踩了一套 再踩了一套 看下后面星灯的大蛇 在这边直接运到了XC 这边是被逼退一下 传北从这个位置 配合队友直接留下了一个花鸟 漂亮 这波星灯再往前的话 非常危险了呀 这波星灯再往前的话 直接被双口之里有 应该从彻翼 再打说说大蛇能做起来 八五七在这个位置有点危险的事 哎呀自己交掉了 松海再往前压 漂亮 三大神灯到手之后 再说过了四神呼应 哎好像五行之阵了吧 有吗 四神呼应 苏和刚刚是零个人头吗 现在四个 那这条大蛇可以直接拿了 现在感觉有点难扛 可以换 换着扛但是感觉也很危险的样子 感觉好像都扛不了 这总得有个人 还是黑红紫扛吧 哦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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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着扛换 换着扛 拿掉了这一波MI的配合非常到位 对 就一瞬间抓到查尔克给的机会 你看看这一波 这一波其实星灯进来 这一波进场没问题 哎到这也偏掉很多技能 但是接下来 星灯大二技能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 是的 把叉色点掉了 好这个时候也可以撤不亏了 但是星灯过来了 星灯上了 星灯这个时候不该过来的 而且鬼切这个时候也来了 对这一波如果不再回头打第二波的话 MI还真不一定可以拿到 对 虽然查尔克这一波是有中路的一塔 做了个掩护 但 其实这一波整体来讲的话 还是血亏的 毕竟 两个换五个 还换了一条大蛇 一条十具 好了看一下现在 大蛇拿到之后MI的推进节奏 已经超出大概两千多 是的 现在MI就利用这条大蛇先把这个外塔拔光 上上高地就很赚了已经 是的 他这样可以靠这个大蛇把野蜻经济也把查尔克的吃光 苏和一波肥啊 哎 这波尽量其实不要越他 哇 你看石墨摩这样感人哪 对 而且这样感人查尔克还是有苦不能说那种 没办法呀 哎 现在鬼切去上路把兵线带掉 中路应该差不离也要掉 这个四神呼应直接让苏和差900对位经济反超了上来 是的 打得有点舒服了上一波 嗯 他能这样再加上一个十具 什么摩这边 要不要赶人 这个 不用赶直接给他 但是这个星也进去了 星也进去了 星也进去之后看一下 决神大二今天想刷一波团血 在这个位置Q已经被秒掉了 苏和这个位置还可以 可想数数还能再点 星也这边查一下 哦 听不出来再点下一次 能不能 能不能活 不好活了呀 是被又 永可以这边点掉了 但是可以看到 查个这边只剩下两个人 哎 有机会有机会 可以杀了可以杀了 永可以这边没打招的 哇 这一个盾 有点赖皮了 不能再杀了 是的那算了 点不了塔呀 关键只剩下一个石崩 一个黑童子 再加个荧幕连 这三个人杀也杀不了 塔又点不过 是的 只能撤 苏和刚刚 特意的输出 其实 还可以 但弗拉又反手一个大二技能 直接给他框住了 对 主要他那个位置 卫宜加顺步上来 是先把这个弗拉瑞给点掉 看一下这波回放 哎 这一波 先把青灯给击杀了 是的 加青灯之后星也这边还在黏 苏和在这里却输出位置都很好 但是被 隔墙过来 加顺步 配这个军月神给黏到了 是的 好 那这一条大蛇暂时的一个功效已经是足够了 截止了 把下路的高地塔推掉呢 呃 看下 上路 直接放了 上路这两个外塔 应该是我拿的 对 问题不大 现在X2可能会把重心放在高地的防守上 是 857这边是来到了17级带了一波线 这个塔我怎么觉得X2不是很想放的 他想不想放就是两波边线过来都得放 现在不好守 哎 呦这个位置直接后面进场 这波 是我从翠翠切了一下 好推的 现在大家现在先断一波 可以看到星也已经被秒掉了 呦这边是残血 对 加了个顺步跑了 是的 哎 超可还是在守麒麟的话就不好守了呀 是 但是已经 可以了 换掉了对方一个星也 是的 刚刚那一波绕后包抄打的还可以 没错 他们现在的话可以运营一下这个下路的兵线 毕竟没有高地塔嘛 等一下 下一条大蛇其实就 比较好 哎 好双方现在是一人一条石巨呢 马上第三条石巨也是要刷新了 是的 这条石巨刷完正好大蛇 呃就快刷新了 没错 现在中路的对经济可以看到Q这边是比 UNK要高了1000多的 射手这边 这场高的 差的不算多 是 小1000块钱 玩玩优的位置不在 排排站的 想蹲人857这边会不会上钩啊 这边直接过来找857的麻烦 有点危险啊 又 走不了了 技能往哪穿 穿不出去啊 被直接秒掉 哎 这边的话如果插手 你打蛇 你打蛇一波了呀 哎 这个时候好像还不好秒吧 看一下时间五秒钟有没有 一波了 二三四五 马上就可以点掉 这一波好像不好手 这一波 又可以拖一下 又可以把冰点掉 点掉了大蛇这边拖一下 看一下谁的 查克拿到了 查克拿到苏克这边再点 这些神是没了 但是这一波好像还会不来 是啊 我创飞和优两个人强行守四个 不知道他们回家 一波了 能点掉啊 哇 恭喜爱莫啊 赢下了本场编舞的胜利 哇 这一场 本来只要五秒钟 对 我创飞和优三个 你还可以把这个基地推掉 但是 这个主要神有点顶 进来就是大招技能先踩 然后再 用所有的技能把小兵清掉 对 这还行 对还行 还行就 行在哪行在 穿 穿背跟一文 对 这两个人有点 有点东西的 对 两个人把四个人打的就是 不好回程 对 他这一波不能说两个人追四个人打 主要是 查克 三个三个 八五骑士阵亡了 对对对 查克这三个人是不好 不好回去 就是这两个人 就是你第一时间也处理不掉 对 那处理不掉的话 你还得再处 就是 赶快回来把兵线守住 那这样心就有点慌了 对 而且黑童子说实话 这个金角 他一个人当两个人打的 周月神一不在 执政了这个上路 上路 下路 下路组三个人 没有办法 那也是在 查费以及U的一个牵制之下 最后 让MI趁着下路的这一波线 把高地给拿下来了 确实 那可以说今天这第一个BO5 就非常的精彩 查克在第三场的奋起反击 来拿下这一分 包括这一场MI拿到了一个四绳呼应 是的 这个好像这赛季的四绳呼应不多吧 这应该第一个吧 不是第一个 之前是出过一次 对 总之不多 但确实这个四绳呼应对于苏和来说很关键 因为本身的话它的一个经济对位差是900 这赛季还没有出五行之阵 还没出 暂时来讲是没出 我就想之中出五行之阵最快的 好像是在秋季赛的开幕 开幕赛就出了一个五行之阵 对 而且第一天就出了 那天谁拿来着 但我记得胖腐是拿了一个五行之阵 好像当时那个浩浩也拿过 揭幕战不是他们的 不是揭幕战 是OG 我说秋季赛 我印象中是秋季赛OG拿的一个五行之阵 确实 那这一波四杀对于MI来说就非常涨势起来 原本守护经济还拉开那么一点就是低于预算金的 一波打完之后直接反超 对 而且反超了之后 再把这个等级又拉了 拉了上来反超 是看一下这场赛后数据是15分钟32秒 KDA7比14 经济的话 从曲线图上可以看到基本上在6到10分钟 这个时间节点是XROG的领先 但是10分钟之后是MI一路向前 就是因为那一条大蛇的原因 是的 这一场确实对于XROG来说输的也比较 我看了一下 XROG这一场的输出比青灯还要高 是的 MVP给到了苏和 苏和第一场运转金第二场 第四场的首五发挥也是非常不错 是的 其实第三场的表现也可以 但是那一场就属于在前中期大势已去 中后期无力回天 对 他是个小松丸 你前期你让一个小松丸 怎么去掌控雷电呢 是的 是的 好的 这一小场的VP是给到手 大场的也是他 这一小场的也是他 看一下他的精彩 实刻 是的 但是比较到位的 对 在之前 对这一共比赛里 苏和就是 没有发挥出太多的光 但是在这一场是展现出来的他的找机会能力和输出位置的抓取都是非常到位 没错 没错 其实这一波 Flower他的一个整体输出环境 输出位置其实是不错的 是的 但是在后续的一个上场在车费加入 但是在后续的一个上场在车费加入 但是在后续的一个上场在车费加入